喂 总统你好 我是台视新闻的记者萧比 想跟你请教 我也会关注说 这次昨天开的国安高层的会议是聚焦财经 那刚刚总统也讲了 那是不是未来发现金跟发消费券就不太可能 那你刚刚提到说会要帮助一些产业 那这些产业会锁定哪一些 那另外也有党籍的立委认为说 那么是不是因为政府的行政失灵 才导致说这个预算的编列不够精准 谢谢 对这件事情我要再来解释一下 中央可以运用的是3800亿的税收 那这我们是从三个面向来分做四部曲来规划 那第一部曲呢 我们要用1000亿来额外 来拨补我们劳保和健保基金的财务缺口 同时增加我们电价的补贴 那一方面能够减轻劳保财务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源头来平抑物价 这也是还税于民的方式之一 那第二部曲呢 我们用1000亿启动第一波的 加强韧性经济方案的七项措施 一方面减轻我们人民在衣食住行上的生活压力 那么另一方面也协助迫切需要被帮助的传统产业 农渔业还广望业 那第三部曲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今年的全球经济局势比大家预期的还要严峻 而且不确定性非常高 所以剩下来的1800亿 也许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的阴影措施 我们还是要省时度是以备不时之需 那第四部曲才是 如果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 我们才会在财政许可的范围之内 适时的言语 言语跟我们全民共享的这个可行方案 那至于昨天的会议呢 并没有拒续讨论发放消费券 或者是发放现金 也没有拒续讨论失诚 都是要是整体的经济局势 我们在做讨论 就像我说的 钱要花在刀口上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